握了个擦擦擦 这个小伙真是个畜生 明明自己有老婆 但他却总喜欢别人家的老婆 为了与别人家老婆放飞自我 他开着老丈人买的号车 在多位成熟女性间丝滑地游走 而小伙越玩越嗨越玩越大 在不同的酒店里迷失了自我 直到最后直接玩出了人命 可怜了那个漂亮的少妇 只是想体验一下什么是快乐星球 不料却死在了这个小伙手上 2015年8月20日早上8点 一名小伙来到江苏长州市某处桥头钓鱼 小伙一干下去 顺着浮飘他看到一个鼓鼓的东西 当时小伙突然骂道 哪个胎神这么缺德 不要的冲击女友随便乱扔 万一被小朋友看到那多不好 于是抱着做好事的行为 小伙靠近了那团东西 然而当他凑近时 突然眉头紧皱 随即感觉内分泌失调 因为他看到的 竟是一具肤白貌美的女尸 随即他拿出摇摇领剑的手机进行了报警 很快警方来到了现场 当时民警往水里一看 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的T恤 下身是 很快警方找来英姿飒爽的大爷 将尸体打捞上岸 法医通过初步勘察 确认死者已经死了 性别女 年龄大约在25岁左右 死亡时间应该在5天左右 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轻轻一按还会爆僵 因此死者的容貌 可能连亲妈来了都不认识 但接下来 法医通过细致的勘察 在死者左手手臂位置 发现了奥特曼的纹身 随即警方通过这个纹身 开始在本地最大论坛里 发布了认识启示 不久后 一名男子带着两娃来到警局 声称她的前妻已经消失好几天了 据男子所描述 前妻手臂上也有一个同款纹身 身高形态与死者基本相符 就连性别也是极为相似 为了验证死者是不是她的前妻 警方立即提取了两个孩子的DNA信息作比对 最终证实死者正是她寻找的前妻效力 据男子所称 她与妻子刚离婚不久 由于孩子太想念妈妈 于是带着孩子来到长州 可不料这时候 却发现前妻不见了踪影 刚开始以为前妻躲着自己 直到她看到论坛上的信息时 她来到了警局进行报案 此时死者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那接下来警方开始围绕女子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同时对她失踪前的行踪轨迹做了摸查 结果这一查 所有民警大吃了一惊 因为这个漂亮的女人实在是太过奔放了 从监控里警方了解到 8月10日晚上时 女子下班后与一名男子同行 进入了她所租住的出租屋 直到第二天是两人才从出租屋出来 但是前脚刚把小伙送走后 又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女人面前 接下来女人变上了这辆车 当警方找到这辆车车主时 车主表示 他与女人只是在附近的人里面认识的 当他接到女人后 两人直接去了酒店 至于做了什么事情 警方表示不方便透露 但里程之后 两人就分开了 后经过警方的调查 确认了这位面包男并没有说谎 随后警方继续追查女人下落 结果发现从11号晚上开始 这个女人就彻底没了阴性 此时警方陷入了困惧 他们只能回到发现尸体的河边寻找线索 经过细致的勘察 警方并未在附近发现有打斗与拖拽的痕迹 这似乎说明这里并不是第一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那如果是抛尸 肯定就会用到交通工具 有了这个推断 警方立即以小力失踪时间为节点 开始查看见到尸体位置附近的监控 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 警方从几千辆过往的汽车中 找到了一辆嫌疑车 之所以引起警方的怀疑 是因为该辆车副驾驶上坐着一位少妇 而少妇穿的衣服与死者衣服基本吻合 另外通过一张高清照片发现 当时副驾驶上的少妇好像是倒在一边 这说明他是睡着或者昏迷 综合以上线索 警方认为这辆车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于是立即对该车车主进行调查 结果这一查发现 他竟属于一家租赁公司 当时老板告诉警方 这辆车是租给一个叫孙斌的量载 而这个量载非常奇葩 不久前他将这辆车 以十万的价格抵押给了老板 可当他拿到钱后 又将这辆车给租了回去 因此这件事情老板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他一度认为这个小伙指定是有些毛病 种种反常表明 孙斌的作案嫌疑非常之大 于是民警立即通过租赁公司的GPI定位系统 查询了该辆车最近十天的行动轨迹 结果显示 孙斌的车辆在案发当天 确实在发现尸体的位置转有了很久 随后几天 他每天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另外民警还发现 在案发后第二天 孙斌驾驶着这辆车 去到了一家金店以及一家手机店 据金店服务员称 当时孙斌以3000元的价格卖了一条手链 而手机店掌柜也回忆起 案发当天孙斌拿着一个手机过来 说是密码忘了 之后花了30块钱重装的系统 随即警方找到了死者家属 经过他们的辨认 这条项链及手机 正是小利所有 此时证据链条已经闭换 抓捕时机已然成熟 于是警方立即来到孙斌家楼下进行敦守 并于第二天一大早 将正准备出门的孙斌抓捕归案 可面对警方的询问时 此人显得特别委屈 他一再表示自己是良民 就差没展示自己的良民证了 都采怀 肯定同情感情 我们不会也无缘无故的来抓一个 所以我根本就没做什么事情了 这样对我没有好处 我真的没做什么事情 你没有做什么事 我什么话就都没有做 什么事情告诉你 我跟你讲 你叫我跟你讲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事情 眼看孙斌死不承认 警方心里一点不虚 因为所有证据都已经完整 既然你放弃重庆的机会 那警方就直接将证据摆在孙斌面前 面对吕合金一样的证据 这一刻孙斌终于破防 他只能老是承认杀害小丽的事实 据他所供述 他与小丽是在某软件附近的人认识的 当时孙斌发现 这个妇女长相实在是符合自己胃口 于是他想尝尝这个女人的闲淡 当他点开朋友圈偷看了一眼 这一看孙斌瞬间合而猛膨胀 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 一时间他无法想象此妇女会有多香 于是抱着适适的态度与对方聊了起来 然而没聊几句 对方竟提出线下见面 这个把孙斌给乐坏了 于是他蹦蹦跳跳的与小丽见了面 接着他将小丽带到了茶馆喝茶 此时他看到这个鲜嫩多汁的女人 孙斌心中的小鹿不停乱撞 于是趁小丽上厕所时 他偷偷将早已准备好的粉末放进了茶杯 等到小丽回来喝完茶后 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此时孙斌眼看时机成熟 立即将小丽扶到了车上 接着开到了一处四下无人的地方 趁着夜黑 他来到了副驾驶 此时孙斌问小丽你要不要 而迷迷糊糊的小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下意识地回答道 要不要切客闹 于是接下来 孙斌便在伸手不见大拇指的夜晚 燃烧了小丽的卡路里 然而事后清醒过来的小丽 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他怒斥孙斌是个禽兽 并提出要报警告他 此时孙斌询问对方有没破解之法 可不料小丽却说 除非你给我一千元 当时孙斌身上只有250元 于是开始讨价还价 可不料小丽根本就不接受砍价 最终一气之下 孙斌便将小丽给嘎掉 随后扔起在了附近盒中 案件到此已经真相打败 可警方经过深入的调查发现 孙斌在杀害小丽之后的几天 他也并没有闲着 而是又与三名成熟的异性 发生了不便透露的事情 可让警方想不通的是 这个孙斌在家人眼里就是个好孩子 他的妻子也刚怀上宝宝不久 家里人还在帮他准备婚宴 而且他的妻子还特别漂亮 丝毫不比别人家的老婆逊色 由此看来 有些人的坏是从骨子里就带来的 更让人气愤的是 孙斌那辆车其实也是老丈人送给他的 之前孙斌老丈人住院 他去医院照顾了一个月 也是为此 老丈人直接忍痛送了他一辆现代民途豪车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这辆豪车竟会成为孙斌辽媚的底气 最后孙斌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到头来 他的妻子孩子都将会成为别人的家属 为此奉劝大家一句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人命开玩笑 一旦你玩出了人命 受益的永远都是那个不知名的接盘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